我的秘密花园 很少看到一个人的露台 能够种到这么的郁郁苍苍 这个其实是我比较觉得 有成就感的地方 自己开创一个好的风水 不需要去听一些江湖郎中乱讲 我不喜欢 人家说一花一天堂 我把这个花开见佛的概念 我把花就摘下来 然后这些花呢 是有香气的 然后我把它用糖蜜 就做成玫瑰酱 那个就是荆棘 你们等一下就可以吃得到 荆棘它就可以拿来做果汁 我们等一下也会拿 这个芳香万肉菊 我们就可以做下午茶点心 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好宅主人 陈宏老师 大家好 杰云你好 是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久不见 我是陈宏 欢迎你来家里面做 堪称台湾型男主厨的创始人物陈宏 主持的阿红上菜 在当时备受喜爱 日前他受到节目 好宅敲敲门邀请 开箱有着空中花园的美宅 不可以叫皮钢吃 不可以叫皮钢 就是你一天不要吃菜太多 一天减一餐 是现代人必修的一个功课 我可能喝大量的水 就是不要喝太多带糖的饮料 就是寄糖吧 你的墙面上或是你的摆设有很多的老件 尤其像你背后这四个这是什么 这有故事的吗 这个是早期台湾的木雕 连木头它都是块木的 当时能够找到这四片 我的确是蛮惊艳的 后来我就不管家里搬到哪里 娘在家在 然后这几片在 我就会觉得很有归属感 这个就是早期华人 华人把宋代的那个罗垫的工艺 带到南洋 然后这个南洋柜 它又漂流过海到台湾来 那这个 这个都是全部都是石木的 那这个是越南的 那这个罗垫就是日本的工艺 都是罗垫 全部都是贝壳箱的 罗垫是什么东西 罗垫就是把贝壳 贝壳把它镶嵌在家具的表面 所以这些都是贝壳 对对对 这些颜色都是贝壳 这个也是贝壳 这个你看 这些颜色全部都是贝壳 这个就是小恐龙的化石 这是去哪里找到恐龙化石 这个应该是在三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在报社的时候 有一个机缘 然后刚刚好就有这一些 就把它收集起来 一直放到现在 它就变成是我们家的 正殿至宝 像这个就是我们家老家 老家的神龛 就把其中一个放到这里 它就变成是我的音响柜 很多人看到我们家就觉得 很好笑 就是不中不息 有点像南洋的妞妞 她们也就是混搭嘛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觉得舒服 那么依自己的审美观感 那你自己觉得好 就觉得不会奇怪自败 这是我新竹老家 那这是我新竹老家带回来的台边 很难得这个都已经将近百年了 到现在它的字还能够这么清新 而且这么灵动 要灵动 我会觉得过去的人真的有功底 我的秘密花园 很少看到一个人的露台 能够种到这么的孕育苍苍 这个其实是我比较觉得有成就感的地方 这棵是圣诞树吗 对 这棵是圣诞树 这棵就是 对啊 就是山木啊 有光的地方能够把植物种起来 就是能够去自己开创一个好的风水 不需要去听一些江湖郎中乱讲啊 我不喜欢 人家说一花一天堂啊 我把这个花开见佛的概念 我把花就摘下来 然后这些花呢 是有香气的 然后我把它用糖蜜 就做成玫瑰酱 那个就是荆棘 你们等一下就可以吃得到 荆棘它就可以拿来做果汁 我们等一下也会拿 这个芳香腕肉菊 我们就可以做下午茶点心 哇 好自给自足的人生喔 很惬意 然后我们就今天再来阿红上菜 跟大家来介绍 阿红上菜 我的下午茶 阿红上菜 有够精彩 今天我们要跟所有的朋友 来介绍这是我的玫瑰香菸 那玫瑰花要经过事先 先用糖 先炙过之后 然后让它就是熟成 熟成它就会变成玫瑰花酱 其实你要知道 反是脂肪对身体是不好的 然后我就利用它 来让你吃到那一种 芝麻的口感 万寿菊的这个香味 再让它表现出层次嘛 然后再加不同颜色 再把 这都是可食用的吗 全部都可食用啊 这就是咸丰草啊 有没有外酥 内软 好好吃哦 那个玫瑰花 会陷到面包里面 而且没有想到咸丰草 也可以放在上面 我以为是装饰 老师说可以吃 可以吃 对 香气其实蛮强烈的 最重要的是 完完全全 就是没有农药 没有添加 所以你会觉得吃起来 特别安心 不过也想问一下阿红老师 像比如说以前阿红上台这个节目 算是你人生的第一个巅峰 那接下来这几年 你怎么样累积财富 又怎么样去投资 然后规划未来的下半生呢 我之前住在山上 都住在新店 我发觉到景观好像很好 可是景观很好 交通就会有受限 以防养防 是我给大家建议 就不用贪多 那贪多因为脚不烂 所以你要先求有 再求好 然后换地段 家是要拿来做的 不是拿来盘的 但我觉得还是要理财 所有高风险的东西 还不如买房地产 这个是我认同的